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推出一种新规定 要求维吾尔人将墓碑改成中文 这一情况不仅让人想起1989年 保加利亚共产党要求当地托尔齐人 将墓碑改成保加利亚文仪式 哈萨克斯坦发布关于中国集中营的声明 据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声明 中国政府允许2000名东突厥斯坦哈萨克人 到哈萨克斯坦避难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大多数人的亲戚或家属 在中国集中营政策开始之前 离开中国并抵达哈萨克斯坦避难 他们的亲属已经向联合国 美国和欧盟的人权委员会 和其他国际人权组织发送了视频和信件 要求这些组织帮助他们 在中国集中营被拘留的亲戚 世界各地举行支持东托厥斯坦游行 土耳其灰狼教育和文化组织于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 在伊斯坦布尔蓝色情侦寺广场 就中国在东托厥斯坦的人权侵犯举行新闻发布会 该组织100多名成员双手靠上铁链来 抗议维吾尔人所受到的压迫 同一天包括德国慕尼黑在内的其他城市也举行繁华游行 中国的苹果临时禁收令 苹果公司在中国似乎又遭遇了挫折 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宣布 该公司已在中国赢得针对苹果公司 四家中国子公司的临时禁令 这意味着苹果旗下多款iPhone手机产品 可能被临时停售 声明称iPhone 6s iPhone 6s Plus iPhone 7 iPhone 7 Plus iPhone 8 iPhone 8 Plus 和iPhone X型号被禁止销售 中国打击教会百余人被捕 据称在中国警教发起了一项打击教堂行动 许多教会领袖和会众在行动中被拘留 中国几方逮捕了该国最著名的新教牧师之一王毅 以及其独立教会的一百余名会众 王毅是成都秋雨圣月教会的主任牧师 据教堂会众称 他与周日晚会重疾和参加礼拜十被捕